首先謝謝公視給我們一個這樣的機會可以站上舞台 然後也謝謝我的組員們就是提了這個題目 讓我們可以繼續去採訪還有拍攝 那我們三個其實一直都是無名義的疏迷 就是幾年前看了他的書 然後聽到中華商場的故事之後就一直對他很著迷 然後沒有想到最後可以成為說故事的人 然後一起回到中華商場曾經存在的地方 然後去記錄他的故事 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魔幻的一件事情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故事 然後也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對老台北的記憶 謝謝 然後就是再謝謝我們的受訪者 就是李大吉的老闆 然後還有我們的指導的老師 東哥跟聲哥 對然後謝謝評審老師們 然後也要謝謝政大新聞與媒體實驗室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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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